Piccadilly 6-7 點還開 剛才去完的Soford已經瘦了 這個Market Kitchen,Morrison 這些東西都便宜,進去買鬆 3磅,我沒看錯,這麼多 十幾件 3磅 這個就是茄汁 茄汁湯 有pepper 胡椒 一磅 這裏有很多醬,都是一磅 這個辣辣辣辣辣 空氣清新劑也很便宜 5磅 2磅90p Morrison也有蛋撻 都是很便宜 2磅都是10磅左右 這裏有 這個叫Cheese Onium Pasties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很大件 4件 2磅 很便宜的 Candy Lonely 都試一試 這個 不知道他有沒有讀錯,Parla 就是西班牙海鮮炒白 還是意大利,不懂 這個Morrison那邊就3個半,沒有那麼大盒 都想試一下 偉佬必食的Pizza 2磅半 賣數了,看多少錢 逐漲 這裏有 這裏有 Pizza Start Scanning 就這樣 讀書 那裏有 就讀書 在哪裏 這部機器可以拿到,但這部是正常的 放在這裏,逐樣逐樣計 總數不是貴,17磅94也挺便宜 這麼多東西,又是適足整個星期 很豐富,17磅幾即是87元左右 真的可以吃很久了 Cell,Beef,Cannelloni,CCannelloni,Cannelloni 茄汤,兩支空氣清新劑,在廁所噴 然後Chiese and only, only, pasties,蛋撻 這個我猜,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三磅幾件 十几二十件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鬼套披萨 今晚吃或者炒饭 Morrison暂时也算挺划算 可以说一下我制作的心得 回到两部直播手机就是充电 云台就是那个稳定器充电 Powerband有充电器就有充电 今天有点狼狈的经验 就是搜导了列宝华的无限计划 真的无限计划 竟然跟我刚刚买回来的二手手机 就有点撞撞的 是用一下撞撞的 不是一开始的 一开始撞撞的我就不用了 立刻要转用WiFi弹 幸好我都反而是便宜的 那只4G Wi-Fi弹是可行的 现在那只5G Wi-Fi弹 仍然是得物无所用 所以5G系统我还是摸不到协门 我本身出去做直播 其实都是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基本上要解决的 回到来当然要确定 这个WiFi弹是穿的 这个就奇怪了 我还有一大堆电话卡 其实有时就逐个台试 有些是没用的 有些是过期 有些还可以用的 那现在又要逐个逐个试 那我用城仔的路线插下去 它是可以用的 可以弄到的 很奇怪 不像一部机坏 都不是SIM卡坏 那第二个台 这个O2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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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奇怪 回到来它又收到 收到5G 表现神勇 作死 下街又不行 神经质 神经质 给大家看看 这个我就是在香港 賣的WiFi弹 在英国是不行的 它要在这个位置 五盏灯 存着 它才有WiFi信号 一盏灯是没有的 它是当你傻的 即是说你没有收集 所以这件都无所用 所以这件 不知六百多元 所以有时便宜 不是说差的 这个真的是陪着我 做不少直播 你猜不到 这件在街头做直播 4G是绝对没问题的 任何卡都可以用 回到来 还未完 还在电脑上 就要处理一下 刚才拍完的东西 这个Wallpaper 仍是香港的 Sky18拍的 这个图表 是收视图表 有时就会看着它 调整一些节目 究竟出什么节目 或者是怎样调整节目 又要查一下节目 有没有黄标 黄标 黄标是没有钱收的 即是你做三个小时 也没有钱收的 有时 还有不是很收视 也没有钱收的 譬如这些 有些什么版权声明 那些都是没有钱收的 其实 有些是拍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叫做 与众同乐 有时都会处理一些图 封面照 有时拍完的东西 要处理一下 封面照 那些 有些名字 一些algorithm 设置好些些 当然都会留意 订阅人数 是落 一直这样滑下去 300 352 既不上 而且不断是 微落 也不是很大影响 不过也奇怪 基本上YouTuber 有时间做直播 剪片 就这样找食 都多东西搞 那些器材越来越多 先拍到这么多 多谢收看